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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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今晚的節目內容 成人 很豐富 我怕在這麼豐富的節目內容 我會有些東西遺漏 所以現在趁我還記得 我就先說了 有關子買 當然了 審問我一和審問我二 說些還沒審問 你不要這麼心急 我一定要審問你 沒錯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黑森林三寶 每一集都要 每一集都要 你不在這幾天 三寶是哪三寶 第一寶就是 記住去Like我們黑森林的Facebook 好厲害 你真的記得 第二寶是通靈熱線繼續開放 172111 有100條線 100條是才會說的 100條靈異之線 有些靈體打進來我們要接 你知道嗎 靈體要看通不通到 靈體不是靈高的身體 大家不要誤會 接著還有第三寶 第三寶就是我們DBC的重溫 大家如果有興趣重溫 不是有興趣 每個人都有興趣 我自己也做了 禮牌 上去放下你的email 登記做會員 那你就可以重溫我們的節目 記住 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說完三寶我就安樂了 可以 他真的要說我們應該要說的 他真的要說我們要說的 鬼姑姑寫了一隻手 今晚跟面試有點特別 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今晚就要考考我們的 阿靈高 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 他什麼都不記得 那他手上是沒有溫單 打開你們的電腦 登入黑燈林的DBC 你會看到我沒有東西 你為什麼是沒有呢 為什麼呢 我每天都考你 考你1A是什麼 不是考你1A 考你我們上一集 這個高空30尺 我只記得自己說過什麼 那你先說來聽聽吧 我記得自己說過一些靈異的事 例如說 如果那些燈 經常在空姐放下水 就沒事了 噢 一個是這樣的 是啊 這個我們真的有提過 但是 咦 還有 Adele說的 Course Track 然後還有一把女人聲 那個鬼鼓 Daw Five Daw Five Daw Five 原本有四度 Daw F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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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次坐飛機 就看到那些人趕頭趕命 就去Course Track 我就想起這件事 我是記得的 我們略帶再說一說 你只記得那麼多 我才知道 我們上一集曾經說過什麼呢 我們說過 如果收到一個 發現有恐怖襲擊 我們要怎樣去隱瞞性 有他 沒錯 還有 雀鳥飛進去引擎 有什麼影響呢 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 機組人員 有些說話是不能說的 例如炸彈這些 這些都是我們上一次說過的 但是上次說的 是皮毛而已 知不知道 今天阿爹 是不是帶了很多很多東西上來 非常多 非常多 對 對 好像真的很多 是不是真的 但是很簡潔 很簡潔 好 我們一會兒去洗耳恭聽 聽聽你帶了什麼上來 好 在我們今晚公三文石之前 我想找回今晚第二位主角 阿玲高 為何會這麼擔心你 你又風流快活 去了俄羅斯 坐了很多程飛機 內陸 內陸 三程 三程 三程飛機怎麼回到香港 行不行 因為我去俄羅斯 去莫斯科 你直航 直航去莫斯科 現在香港有機直航去嗎 對 但好像是做完這次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他 那間公司 不知道為什麼做完這次 那間綠色那間 噢 這麼有趣 對 他說真的做完這次 然後我們心想 即是接完他 對 很興奮的心想 一定沒有人去 一定自動升級去Business 爆到隔壁坐嬰兒 對 真的好爆 非常爆 我想問你 飛幾個小時 十個 十個小時 飛十個小時 很快 十個小時 你覺得我不要站 這間航空公司 你坐得滿不滿意 一般的 張椅子 是不是那些空姐不夠漂亮 真的 真的 因為最漂亮的已經在 這個就是肯定的 所以應該 因為我覺得是兇兆不漂亮 首先 兇兆啊 原來那個兇兆 兇兆 對 兇兆兆不漂亮 兇兆OK 我那邊的兇兆OK 對面的兇兆OK 那吃的餐呢 俄羅斯吃的飛機餐可不可以 OK的 去的兆兆OK 誰吃蘿斯粉 胡蝶粉 我就很普通吃了西餐 薯蓉 那些 我上次去俄羅斯 就在莫斯科 坐紅星號 去聖比德堡 然後坐螺旋掌飛機 回到莫斯科 這次你是不是跟我的玩法一樣 差一點 被你詛咒了 被你開口中 像鬼故王說 去搭螺旋掌飛機差點撞山 撞那次就是蒙古的包袋 但是蒙古 但是你說過螺旋掌都嚇到我 都嚇到我 我就很期待 因為我去都是坐火車去的 坐火車就是這樣 坐火車回來就轉來錄機 因為便宜一點 沒錯 然後就一直去機場 那機場呢 繼續去啦 一直走到見到飛機的地方 真的 真的見到螺旋掌飛機 你以為自己會坐那架飛機 你以為自己會坐那架飛機 我沒有這樣想 我意志很堅定 沒有 一定不是那架 很好笑的 我旁邊的朋友 我都跟他說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要坐螺旋掌有多恐怖 然後他說 不是啊 我記得我們那些不是的 好像再跟螺旋掌不同 好像不是兩個人站在旁邊 好像只有一個人站在後面 然後我跟他說 只有一個人站在後面 那是船 我見到最多的是什麼 F14 即是戰機 搞清楚 F14 是有兩個引擎 因為 戰機 如果只有一個引擎 在後面是F16 F16 總之都是那些 你看那些是戰機 然後上去 幸好不是 也有兩個引擎 在左右 都是一隻翼 也好 萬一壞了一個 還有一個 我也沒那麼害怕 差點以為坐下飛機 你還是坐那些很小的飛機 應該是嗎 小的 好像二三 好像沒有中間 好像有中間 我忘記了 即是不是很多行的 不是很多行 很短很窄 那你是不是坐了頭椅 其實也沒有一分 也不是當自己坐頭椅 上次我是坐頭椅 差點撞山 所以不要坐那麼前 不要坐那麼前 你那個頭椅 只是趕快報 對 趕快報 我隨時劫機 其實我繞這麼大個圈 我都不是想問 因為其實只不過 希望你有少少內容 拍一下今晚我提高 好承認的 我最主要不是想知道這些 聽眾也不是想知道這些 聽眾也不是想知道這些 聽眾也想知道 你到俄羅斯有沒有驗譽 我朋友有 我沒有 你朋友男還是女 男生 你不是跟你女朋友去嗎 我們七個人去 三啤半 三啤半 一個男生 突出那個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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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找戰鬥民族 就去戰鬥 他是自然受到歡迎 我們很好奇 你知道那些 俄妹 七層樓那麼高 不是七層樓 九頭 七高一點 對我來說很高 八雪公主的朋友 小偉人 他也不是高我很多 他高我半個頭 但是真的 也不是非常多艷遇 你會看到 一些女生主動 跟他打顏色 也會有些女生 看著他笑 但是 你不知道現在 我們黃皮膚的 所謂中國裔的男子 在俄羅斯 是很受歡迎 又不見過 有人跟他打顏色 因為你旁邊 已經有另一個 有時候 走開的時候 你也可以單獨打顏色 人家是不會這樣 過濾了 很好奇 為什麼跟他打顏色 又跟我們拍照 玩得很開心 會這樣 真的 他們熱情 都可能是的 肯定不是因為 樣子的問題 靈高其實很英俊 不要這麼說 老實說 在一眾黑森林主持之中 靈高的樣貌 僅次於陳圓圓 可不可以照他上來 僅次於陳圓圓 我最後問到一個問題 阿蘇蘇 我不再難為你了 我上次去 有個俄羅斯美女 在房裡等我回來 賣魚子醬給我 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是沒有的 但有人邀請我們七個人一起拍MV 在那邊 咦?拍什麼MV 很好笑 拍什麼MV 無緣無故我們去一個工廠大廈的天台去玩 那一個工廠大廈是推銷藝術 和一些原創 突然間他們在拍MV 真的在跳舞 突然之間導演 他拿個麥克風講俄文 有個外國人過來講英文翻譯 他們說你們不如幫我們拍幾個鏡頭 站在那邊揮手 然後拍了很久 拍了接近一個小時 純粹揮手 那好吧 登上這個國際舞台 我們拍MV衝出去這個 俄羅斯 不是衝出去香港 我們待會回來 我們就準備起機 好 起機 隨便 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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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們的高空三十尺 就有三個不可思議檔案 記不記得嗎? 這麼豐富嗎?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嗎? 其中一個是假的 對 你記得了 內容就記得了 完全是一個遊戲 站在那裡 你是說還怕我弄弄你嗎? 是 現在也是 現在我弄弄你 我們是直接弄弄你 明明是 今天我和阿毛 加上三個一起去夾粉弄你 是哪個部份 全個部份 對 今晚我們是有兩個 逢有Adel 我們不能少過兩個 一來就很不可思議 對 很不可思議 我先說一說 這個不可思議 這個就是 大家跳的降落了嗎? 唉 只是想要這次跳 跳不上 跳不上 不要跳 很危險的 我告訴你 尤其是結婚之後 看完這次不敢跳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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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東西 剛剛拿了 這個我之前看過一次 我看完 嚇死了 好像沒事 在英國 有一個知心 大家聽到 知心的女兒 跳傘導師 她當然是去跳降傘 跳降傘 發現她在高空的1200米 1200米大概是多少尺 1200米就是乘3 就是3600尺 這樣也不夠 高空三萬尺這麼厲害 是不是 近跳 不可以三萬尺跳下來 一跳到零下五十度 就會結冰 上次我看那個 不是說 用熱氣球升上去 然後跳下來 那個 不是在大氣層那裡跳下來 但她是不是穿了一件東西 她穿了太空衣 你如果預算自己在平流層 跳下來 有另一件事 你當然是先做防護 她穿了太空衣 在那裡跳下來 你不是普通的跳降傘裝備 抄完了 抄完了 好了 她在1200米跳下來 她跳下來 一準備開傘的時候 發現 不好意思 主傘和後備傘 都開不了 大家都會覺得 說到這裏不用說 她也會死定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結局應該是死定的 開不了散 還不可以 人家是教練 教練當然有教練的方法 她 我散開不了 但有部份突出來了 有一點點突出來了 她利用那一點點 扯到一個弧形 用來減速 將她跌落地的速度減慢 減慢了 跌落地 她說 她就沒事了 沒事的意思 不是沒事 是賺一條命 她說定義 就是死不去 死不去 死不去 很濕 斷了辣骨 斷了脊骨 斷了手骨 斷了脊骨 斷了脊骨 斷了鎖骨 斷了鎖骨 就是這樣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她也要睡很久在醫院 後來也要靠拐掌 去維持行動 好 問題就是 警方當然是調查 為什麼我散開不了 我發現 原來我散很可愛 那個零件有點不見了 有一部份零件不見了 不見了一部份零件 所以開不了 斷了 矛頭直指她老公 又關她老公死了 懷疑她老公想謀殺她老婆 想謀殺她老婆 老實說 扔媽媽出火車 我聽過 高空扔老婆下街 我真的沒聽過 還沒聽過 這件事 真的沒聽過 懷疑她老公 然後拘捕了她 現在告了她 可能已經有足夠證據 告她企圖謀殺 但我想說 今晚為什麼 這是不可思當案 其中一個 其實殺一個人 是不是要搞這麼大的工程 我想殺人 本身的人要死 或者被殺死 很簡單 問題就是 殺人的人 怎樣可以在殺人的同事 又可以脫身 可以避開法律的追究 這才重要 但是她老公 會不會奇差著 這樣弄壞傘 其實最後都會被人檢查到 是啊 所以這件事很笨 因為其實警方都掌握得到 她出入跳山場的紀錄 所以便找到她有意圖 可能她也是打算著著草 其實是否仇恨心這麼大 大得這麼重要 要她在這麼高空跌下來 死不去那好東西 還是那份保險真的很吸引 這個我想 陰謀論將之後表沒有寫 對 沒有寫到 陰謀論沒有說 我們要想 這個我覺得是高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不可思議檔案 這個就是沒有人法理 因為我們不是當時 我們都猜不到為何她這樣做 但所謂猜不到 有些人又更加猜不到 就是說 為何會有人被人趕下飛機 那個理由 我覺得是這麼不合理的 這些是不可思議的 沒錯 這個案件就是 在美國 有一個有自閉症的少女 她和家人去完迪迪尼那裡玩 玩完之後 然後坐飛機 他們就在休斯敦 坐回波特 大家要留意 因為香港在迪尼玩完 我就坐地鐵 沒錯 他們是坐飛機的 他們要坐飛機的 他們坐飛機回去的時候 因為她的女兒就有自閉症 她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只是一個情況下控制不了 就是肚子 她的爸爸當然知道 我是女兒 她就跟空姐姐姐說 只是跟Adel妳說 她就說 喂 可以給我一些熱食 我女兒吃了就沒事了 她當時的情緒失控 只不過可以大聲叫 她就沒有侵犯過 沒有發脾氣 接著空姐姐姐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的熱食物 只是供應給頭等的貴賓 我不可以給你了 是不是因為內陸機 後面吃麵包 前面有牛扒吃 但是不是因為機程短 所以他們吃麵包 前面才可以選擇 可能因為機程短 機程短 機程短再短 這個給花生 花生都沒有 花生都沒有 給你一杯水 你喝就算了 不是 拿幾個餐包 每一樣的東西都要錢 你要吃就給錢 接著有個爸爸說 錢不是問題 我給你 好了 她的女兒吃了那餐 之後就不同了 我已經一定了 然後她在看電影 看到電影 聽到電影就宣佈 就說機上還要開名 這位妹妹的情緒不穩定 我們就決定要急降在鹽湖城 整天急降了之後 然後有人上機 就捉了一家人下機 就說怕她會影響到航班 就捉走了他們 然後去到家人 一陣子就不相信 當然 就開始去追討 就跟這間航空公司追討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呢 我女兒有沒有影響到其他人 最重要的是 全架機是沒有一個乘客投訴的 這件事我問一下 機長是否因為可以用一個 這樣牽強的理由 就趕人下機 除非她才會影響到航班安全 如果不是 聽你這樣說 我真的不覺得她構成了什麼威脅 只不過小朋友發脾氣 這件事真的過分了一點 而且你說吃完東西之後都沒事了 她已經 乖乖地坐在這裡 而且古怪是30分鐘後 才說那個乘客有問題 然後要急降 會不會機長一直都收不到消息 究竟這個乘客安定了未 也可能會 怪著派餐 即是她不知道機長一直以為她已經半小時後來和我吵 那現在飛過鹽湖城 不如拿下去吧 如果說說陰謀 我又跟你說陰謀 其實機長自己想下去 他有事要下去 這樣 找個藉口 找個藉口 終於讓他找到藉口 可以做到什麼 急降 他可能真的有事要下去 會不會 會不會 這個可能性 是不是很低呢 這個可能性 很低 很低 他認得我多爽 很低 很低 怎樣低都好 我們要開始準備最後召集了 歡迎各位乘客 登上我們DBC紅班 由這個黑森林飛回香港 當我們的節目完結 我們就回到香港 沒錯 今天不同 上次我們的機長有兩個 就是Captain 龜姑王 沒錯 不是DOTTA Captain龜姑王 今天我們多了一個機長 不是啊我是工程師 工程師 都可以做機長 剛才他幫我製造一個引擎 F16才是一個 在後面 F16是兩個 都是Captain 不要管了 Captain Mo Captain Mo 沒錯 今天我們的同樣 我們的機艙服務經理 就是 我們的 Adele Adele 是 等你 整架飛機等你 你知不知 有一件事 剛才阿姆說 那個人在上空 如果要出機艙外 可能會結冰 太冷 太冷 令我想起一件事 現在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件事就是英國某航空公司 發生在1990年的時候 有一班機器從白鳴巷 飛去西班牙 其實一直都沒有什麼 很正常地飛 很短的 好像英國飛去西班牙 英國飛去西班牙 不是長的 所以很多英國人都很喜歡去西班牙 渡渡 這個 飛到Cruising Attitude 開始用Auto Pilot 機師和副機師 通常都會解開安全帶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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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時候可能放鬆了警戒性 鬆一下 就是Alertness 放下 放下 那時候開始吃飯了 吃兩碗不同的飯 吃兩碗不同的飯 不要緊 要不然食物中毒 沒錯 然後吃吃一下 那些機艙服務員在這個房間裡 突然聽到駕駛室發生了一個巨響 噗 那什麼事 其實最害怕就是這些 突然突然突然噗一聲 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突然間 發覺原來機將坐在左邊 那些曹風玻灑 終於無稀 只是沒有了 原本那個應該是求生門 現在整個飛掉了 但當時的飛機是正在飛的 突然間飛掉了 那些東西就會全部抽出來 那些東西就會全部抽出來 不要說那些東西 人都會抽出來 它是沒有帶安全帶 那立刻的正機長 就上半身 飛了出飛機外面 但剛好 它的腳就繳住了駕駛的盤 卡住了 好腳力 成為了擋濕度 但那個東西不是圓形的 卡不得緊的 可以鬆的 對 可以鬆的 剛好硬著 它本身就黏在擋風玻璃 其實那時候 重要更差 就是它無意之中 轉動了Auto Pilot 那個按鈕 不知道怎樣踢到那個按鈕 剛剛踢到那個按鈕 那飛機就急速下降 對 那它會怎樣勾 那飛機就怎樣去 問題就是 它現在同一時間的人 就有半身出力的飛機外面 靠腳 靠腳就控制的軚盤 但腳又拿來勾著 承受著整個人的重量 是啊 那想怎樣呢 如果勾著吃到力的話 那東西應該 在扯上方 就是在撿著 問題就是 同時間在吃飯的富機長 究竟怎樣 他應該怎樣 如果你是副機長 你又會怎樣 就是讓他飛出去 我先拿一架機 其實我有陰謀論 其實是我副機長做的 對 他扯了 他的玻璃 沒錯 很有可能 所以那產飯 特地吃久一點 對 其實有道理 為什麼副機長不飛出去 因為其實駕駛裝很小 照常你如果一個飛出去 那另外一個照片也會跟著 他就成為了擋本玻璃 其實因為駕駛的安全帶 分開兩節 一節就是扣著你的肩膀 一節就是扣著你的腰 那副機長就沒有解開腰 所以他自己暫時沒有事 他當然是馬上轉動 即是再開啟自動駕駛系統 馬上將機 因為那時候差不多二萬多三萬呎 哇 真的是那空三萬呎 那時候 慢慢降低回去 一萬多呎 即是有充分的氧氣 因為他 就決定放機長出去 你出去 對 他在那時候想 我究竟應該怎麼辦 對 他的決定是 要先穩定飛機 還是拔回機長進來 對 所以他很聰明 他一直降落 剛才你說到有氧氣 是不是真的被機長呼吸 在外面 真的嗎 不是 你先說一次 就是落到一萬多呎 外面有氧氣的時候被他看到 其實是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機長是 他死了沒有 說真的 因為 是不是暈了 他只是看到他的眼睛 張大了 不懂得動 不眨眼 整個人已經僵硬了 雖然已經急降了 但他應該已經凍傷了很厲害 其實那個導力已經弄爛了機窗的門 駕駛室的門 有一個機窗服務員 就立刻衝過去 握著機長的腳 不要讓他脫腳 就衝過去 因為衝過去不僅止他而死 如果引擎吸回機長 哇 整架機就真是 這樣就糟糕了 對 然後 剛才也救不到 剛才也救不到 真的 接著到一萬呎 然後怎樣 那就慢慢降落 其實 但是 拿著機窗服務員 其實已經脫腳 因為導力其實很厲害 就一個接一個 就像接力一樣 你脫腳了 到我了 然後 其實就降落 一直這樣黏著在玻璃 第二塊玻璃那裡 就降落到最近的機場那裡 很神奇地 你覺得這個 慢著 先不要很神奇地 你覺得這個機場有沒事 如果這樣說法 就像剛才跳傘歌一樣 夠了 都沒有辦法 浪費 沒錯 當然有很多傷 有凍傷 有割傷 有骨折 有骨折 沒錯 但是他很幸運 不夠半年之後 又開始復翻職 又有飛過 這個真是好 我覺得 你可以說他真是大名 他真是衝上雲燒 他應該去買一條六合彩 應該未必有六合彩 類似那些什麼 強力球 但肯定有馬買 哦 我覺得他就是 那一刻很厲害 雙腳是卡住了駕駛盤 令他整個人不會先飛出去 第一 然後其他人的合作 但我覺得他不是有心卡住了 他最初那一刻有意識就是 但後來他根本人都僵硬了 我覺得他那時候有人無意志 但那時候已經有其他人犧牲自己教的機倉服務員 還有他不是犧牲自己教的 你想想 那個位置都很冷 對 他都有冷傷 對 即是你其他人之後 那人其實都是很冷 對 副機長也很厲害 手沒有冷薑 如果冷薑他才差 他在另外那邊也沒有那麼冷 風不是吹得那麼好 有沒有叫機中號員 其實你不要把他拔進來 拔進來就很冷 你放著一點 把機長變成一個窗 其實如果說這件事不是一個新聞 我一定會當他是某些特技演員 電影情節 我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電影很多情節 例如在飛機頂上打架 有沒有見過那些 那些很不合理 讓他站得穩 火車站不穩 沒有飛機飛得那麼快 沒有人去得到 我覺得完全不合理 飛機頂上打架 對呀 見過很多次 真的很厲害 為何可以在飛機 我覺得這些只能夠在電影 卡通片裏出現 對 終於這個機師 沒事 沒事 故事還未完 你始終都要找到 為何會這樣 跟桂鼓王說的 有一點相似 可能是一個陰謀 我不敢說 是偉計 但後來發現 這架機出事前72小時 是換過當風玻璃 有90顆螺絲 其中有84顆 是比正常的尺寸小 噢 用錯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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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你的機器飛起 壓力很大 對 你欠少許 欠少許就死了 對 就是這樣 90顆 84顆 不適合尺寸 這個又未必是一個陰謀 因為如果一個真是陰謀 因為如果一個真是陰謀 有的 有的 他就說沒有 沒有那些女人說的 有的 如果真是陰謀 我就不會 那80多顆 用錯螺絲 我會用部分錯 你全部錯 所以兩個應該少一點 對 45顆錯 全部錯了 先不像 全部錯了 就是上錯螺絲 就是上錯螺絲 對 然後就是買錯螺絲 買錯螺絲 上錯了 另外一套 那一套最多是炒的 明明是用1mm馬 為什麼買0.75馬 還有 其實我想問 機長的位置 他的電影都出現 在後面 因為機長的門關了 在後面乘客會不會有影響 那時候其實 當然有影響 但因為那段始終有一點距離 我相信 沒有很仔細地說 但那時候的機組人員 應該是即時 把乘客移動 把乘客移動去比較厚的位置 這件事就立刻了 否則都怕 你不要把乘客移動去 怕他扯出去 你怕凍傷 所以其實這個機長 他除了大難不死 其實他是一名九泉架 不是他攝著一個窗 他變成一個窗 對 就真的大家凍死了 就算扣了安全帶 我覺得 我現在最關心機長 他穿的是什麼鞋 通常都是這些公司公認 指定牌子 我想這個牌子的鞋 大賣 大賣 一夜成命 救命鞋 救命鞋 能夠救回整部機的所有乘客 很厲害 好 我們待會再聽聽其他在機上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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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一下機上的離奇事件 是 先講一個在哪裏 比較搞笑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經常出旅程 他經常要飛印度 印度又不是飛主要航空公司 他飛比較念航 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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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安全的程序都一樣 不要說便宜一點 你起飛一定要扣安全帶 以背拉直 唱點就是拉起 一定的 必做收穫動作 你國內也是一樣的 正常來說 你是不是聽到一個 我們叫做公開報告 即是廣播 叫他們去做這件事 他剛剛發生在兩個星期前 他又飛去印度 其實沒有事 一起飛的時候 都聽到一些報告 照做 沒有事 飛去印度也三個多四個小時 然後突然間 他還在把椅背拉後 躺在那裡 一直看著 印度的Bollywood 那些電影 我很享受看 但這部機子突然震了 嘩嘩嘩 然後他看出去 咦 突然降落了 無端的 無端的降落 即是一句聲音都不出 一句聲音都不出 無端的 即是你上一節說的 即是 怎樣說呢 其實完全沒有 完全什麼都沒有 通常 安全燈和響起 會跟他說 我們現在準備降落 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不會派熱飲 等等 突然之間 震完之後 看出去 機場就在旁邊 然後他們整天都在 你眼看我眼 蛤 為何下了都不知 為何會這樣 我還躺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 去到 去到 即是 如果有人發聲的話 機場都會很麻煩 其實因為 如果 椅背不能不拉直 即是 你每個人都躺在那裡降落 停一停 其實很多聽眾都不知道為何 很想知道 椅背為何要拉直 以及槍為何要開了去 椅背拉直是因為 大家 知不知道我叫 brace position 蹲下 摟頭 摟頭的姿勢 其實也是幫助你摟頭的姿勢 以及椅背拉直的時候 你受傷的機會是最低的 無論是你 或是你前後的人都好 都會發出那個 即是說 即是說 如果他一沖 你又向前蹲的時候 如果前面的椅背放下來 那我就會撞到我的肚子 對 就會撞到 好 這個解釋到 我開個窗來做甚麼 為何我要開窗 那你覺得呢 我記得 我最初以為 因為通常很多時候 夜機回來 夜機回來 開窗 我發現 叫我們看維港景色 那時候進去 難道特地要我開窗 大家可以看到維港景色 但後來不是 為何日頭都要 就算不是非維港那邊 他都要我們開窗 我自己的估計 就是萬一有甚麼事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覺得是這樣的道理 對 完全正確 唉唷 撞到 對 這個照片 其實是否叫乘客幫忙 看看旁邊有沒有事 沒錯 其實最主要是看引擎 最主要是 飛飛一下 掉了引擎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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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看 當然乘客 他自己不會 我們不會說 你記住 降落的時候看引擎 看看有沒有著火 當然不會這樣說 挺好笑的 但因為機組人員的數目 是有限 所以我們看到的 是真的有限 有時候都要靠乘客 去留意一下 對 你鬼故事說得對 對 好 這個就是剛才印度的 就是他一下去 大家下降都不知道 對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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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早就叫醒了 早就推薦了 我們說 難道機組人員會早點到 誰知道等了很久都不到 為什麼等了很久都不到 突然間 下降 因為我們夜機 我們沒有留意 對 對 對 為什麼會在那裡震 然後就下降機了 因為已經下降了 那次的案子 就跟你剛才說過很相似 就是他在毫無之前說過 我會降落 他就降落了 那是不是機長的問題 但他叫你拉直的 會不會 他叫你拉直了 拉直了很久 他無緣無故早了一個小時 叫你做了這些動作 噢 對 那一個小時多一點 對 無緣無故早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懷疑 煩了吃了兩餐 我最初懷疑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 其實他不是早一個小時 是半個小時 只不過那班機 在天路打轉 因為他想 對 因為學方管制是延遲 可能是大人隊 但我下降機 我拉直了一下 是準時的 不是的 我覺得也有可能 早到也不奇怪 而且 如果我 因為那班來陸機 好像去那邊 都很恐怖 我覺得 因為我懷疑是機械 他一低飛 他就搖 就很拼 然後他又扯高扯低 然後又遲了一個小時才下 然後就說 在那裡打圈 因為一盤樹一個圈 就要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我當時聽 再排隊 對 可能他想真的下 誰知 對不准 就繞多一個圈 鬼鬼王 我猜一下 即是他本來想可以早 真的下 但問題是 控制搭跟他說 喂 我這裏 不是你想下就下 我沒有跑到讓你下 繞多一個圈 你再多兩個圈 如是姐 飛一飛到 根本的時間 剛剛好 這個時間是你預訂的 你現在可以下 你現在就可以下 我懷疑 我懷疑 要不然我都解釋不到 他突然下了 那次真的很突然 但他起碼又叫了一次 但早了一小時 很不合理 突然又下了 即是他突然間又下了 但接著 印度有一個個案 然後好像說 在南美洲 中美洲 墨西哥 這個跟引擎也很搞笑 是有朋友的經歷 引擎也很害怕 差不多起飛的時候 突然之間 機長說 我們有少許技術問題 技術上的故障 大家等一等 旁邊的技術人員 就拆過引擎 某些零件下來 弄一大輪 即是我這些工程師 就出現了 還沒上機 上了機 上了機 但還沒開機 在機上等 那一部機還沒開始 那你整天是不是看著螺絲掉下來 看著它做 但當然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你整天在窗上 就看到 外面有一群人在搞引擎 即是拆了零件下來 對 接著搞了一小時 接著就搞定了 基本上就說 我們現在準備可以起飛 那有沒有人叫下機 然後我朋友 那整件事這麼餘稀 好餘稀 最餘稀的點還沒到 我朋友朋友看出 因為他坐在引擎 高溫的位置 他看出有塊膠紙 黏住了 黏住了 其實本來有一部裂痕 有一部輕微的裂痕 接著就用那些 黏紙箱的膠紙 黏住了 可以嗎 Duct tape 銀色那些 對 那些 沒錯沒錯 那些 這個比較兒戲 但也搞笑 同時間 那最後沒事的 最後也沒事 這只是氣死 這些他一定看到IQ博士多 IQ博士的飛機才會這樣 他們又不會問為什麼 那些乘客又多大 給我一定會問 但他又不問 不是的 有些乘客很隨便算數 總之我飛到就不理你那麼多 不是每個乘客都那麼尷尖 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 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明白這些影響到安全 你不明白都要問 我覺得你未起婚之前 什麼都問了 不是每個都好像你那樣 你做過這一學 我害怕 你明白嗎 一顆螺絲 只是小了一點 都有機會整個槍飛出來 是啊 你現在引擎那裡有條縫 你用膠紙黏住它 不錯 很好笑 我有一個 剛才說到天氣凍有關 天氣凍 剛才阿姆也說 會凍到結冰 正如飛機 如果你的飛機有什麼問題 都會不動 這樣 剛才我找了七大不可思議 我覺得這個也挺不可思議 在這個新聞裡面說 他說 在俄羅斯 我車去俄羅斯的時候 他說之前俄羅斯出現一個問題 他們說 在零下五十度 這架在俄羅斯西伯利亞開的飛機 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 那輪子就凍結了一個停機瓶 起不到飛機 那誰知道 這個會有的 對 所以那些人就一起 那些城下一起 下車 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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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機是小的 那他們就一起五十多人 就一起推這架飛機 推到它離開 那輪子沒有結冰 推開了 這樣才成功起到飛機 所以俄羅斯的人叫戰鬥民族 這真是戰鬥民族 戰鬥民族的所作所為 但他不是說推推推到人家 推開了一輛車 不然那我怎麼上不上車 推到人家推開了一輛車 這樣又不一樣 他其實推離開車輪 離開地面 不要結住 那就可以起飛了 如果推到飛機 然後他們才上去 我想那些叫殺人 那些不是地球 那些不是戰鬥民族 那麼簡單 那些是戰鬥外星人 但也要回水 我沒有上到 好啦 我們先聽新聞 再回來繼續 有沒有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好像一個拿著槍的獵人 在森林裡面 一步一驚心 萬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死路一片 歡迎加入黑暗的大森林 歡迎加入黑暗的大森林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暗的大森林 其實在一輛飛機那裡 雖然短程可能是一個多小時 長程可能是十多小時 但在這段飛機的旅程裡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微型縮影 我發現 我不可以說自己坐過很多次 因為在我坐飛機的經歷 發生過很多很多事 其實根本就是在社會周圍發生的事 不過他們濃縮了在飛機裡面 可能在幾個小時裡 一次過發生了 新腦病死也在飛機裡面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飛機裡面 經常有人不舒服 雲飛機浪那些 但是大家有沒有 新腦病死 原來在飛機裡面 一次過發生了 阿姆好像你有經歷 有一次我回到加拿大 回到加拿大 什麼叫回到香港 那一艘機 我在多倫多 美國就要先飛去美國 他停一停 他要換機組人員 和清理飛機 然後再飛回到香港 所以要在美國那裡停 其實是亞里斯加 在那裡停一個小時 預計停一個小時 結果停了三個多小時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艘飛機降落了 然後所有人就要離開飛機 要去後機的地方等 但是飛機上有一位白白 他就說 不是很舒服 不想離開機艙 他不會阻礙其他 要執行機艙的工作人員 他就只是在那裡睡覺 但是他這樣表示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跟機艙服務員這樣說 因為他不下機 你下機的話 就要經過海關 要搞少許事情 也要讓人檢查一下 因為始終叫過境 但是 他不下機就沒問題 即是他轉移 還是什麼 轉移 要停一停 但是他留下飛機 他應該是有家人 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有一個 好像是跟他在一起 我們下機等 我下去買杯咖啡等 好了 夠時間了 打算上去 即是看著一個小時 已經夠了 一個小時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就說 不行 不可以上機 那些人就在鼓掃 又過了一半小時 才收到消息 原來 剛才在飛機上面 說休息那位伯伯 就過了三 哎呀 所以就要處理了 這位伯伯的遺體 才可以被外上班機 結果在這裡搞多了 接近兩個小時 那沒辦法 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有人過了身 看一件很難 很不開心的事情 有時候 阻礙了這些時間 也沒辦法 我想大家乘客會體諒 乘客 乘客沒有什麼人 真的會很不滿意 都不吵 都沒辦法 那就買多杯咖啡 就是唯有這樣 但怎麼辦呢 看不到 其實我們看不到很多 但我們相信 他是有人會上去 因為他是 那個機場應該是有工人員 是會上飛機上 打包 就是 車走 即是上到飛機之後 已經 清理了 已經沒事了 已經收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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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要在這裏 搞定了一個遺體 怎麼處理 才可以走 還有他嗎 繼續飛吧 我想航空公司會幫忙 對 其實是會怎麼處理的呢 正式航空公司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如果本身那個乘客 是上機的時候沒事的 可能因為某些病 或者突發的事情 令到他在飛行中 而去世的話 其實第一個做法 當然你要肯定 他是不是已經去世了 適動的急救 當然是一定要有 如果我家真的certified 我怎樣處理這個死屍呢 那你沒有理由 扔他到卡古那裏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就會 第一 立刻找毛巾 不是毛巾 那些尖 毛巾 包著它 即是我們經常鋪上的 對 對 就是那些 就包著他 都是坐在那裏 我們不會讓他躺在那裏 都是讓他坐在那裏 就包著他 由頭包到尾 就用安全帶扣著他 盡量放在最後一行那裏 盡量 另外 就把附近的乘客 移離這個範圍 即是移離這個範圍 即是給多些空間 這位過了身 對 又給多些空間其他人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機器爆了 就敷了 沒有這些位置 那真的要跟其他乘客解釋 對 通常 像小膽一樣 對 像我一樣 就跟其他乘客對調 對調 即是假設那位過世的 如果他有家人 就唯有家人坐在家裡 對 一定 沒錯 其實有兩種做法 要是降到最附近的機場 要是如果他家人是 prefer的話 可以飛往目的地 但是如果機程太久 真的還有十幾個小時 還有八九個小時 因為都有一些 Hygene的問題 怕有病菌 如果這些情況 機長都會決定 有沒有需要降到最附近的機場 嗯 那如果你飛有些機器 可以下降到 如果你的機器剛剛在環月 這個大西洋 或者環月 這個太平洋 你想降到也不能降 是啊 那就是最近附近 是啊 最近 但是沒有一個位置 真的可以放進去嗎 以前沒有 但是現在有些很新的機種 比較大 即是長途機那些 就已經設計到一個位 是給它專系放 哦 大家來試就不要用 是啊 那些就 但是如果那些 平時不是真的有人這樣過生 那些是用來放棺木 還是沒有東西放 沒有東西放的 沒有東西放的 真的對這個 purpose 真的不會包來那些蘋果的 不會不會 冷啊 冷櫃 雪糕啊 誰知道 壞了後面一個大T 那就糟了 雪糕啊不是蘋果 蘋果他不說給你 雪糕要說給你 一定 這個就是如果在機上過了生 就是這樣處理 如果在機上過了生 剛才我提到新老病死 那老是一定老的 你時間過一秒 你就老一秒 對不對 剛才我們說了死 也說了病 經常都會 老一定會老 這樣說一說生 很有趣 我以前是搜過機場的 當年我們啟德機場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我們所有同事的搜機場 一定要上文行 還有一個 course 就會告訴我 其實那個機場 有什麼規矩 有什麼操作 因為跟我們外面搜的環頭很不同 當年 我不知道這條例有沒有改過 當年我們搜機場 我們發現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不知道 包括在飛機上面 如果有小朋友出生 有孕婦生 生孩子 沒錯 那麼你們 覺得這個小朋友 是什麼國籍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是不是應該跟一架飛機的 因為這架船 我就知道是跟一架船的 好 即是說 假設這間航空公司 是英國的航空公司 我在這架飛機上面 在高空三萬尺 生了這個小朋友 你前世可以 沒錯 沒有錯 前世陳元宇 但是那個時代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 這個小朋友 應該是英國國籍 對嗎 照理論 好 我想問你 如果這架飛機 是一架英國的航空公司 在香港的機場 在等候起飛的時間 女乘客 等不及 關掉 這樣在香港的領土上面 在英國的航空公司 這樣這個小朋友 是什麼國籍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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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跟地 是嗎 阿毛未達 想說阿毛未達 我想的就是 其實所有人 都已經 做出境手續 其實他們是出境了 他上一架飛機裡面 其實在 計算的角度看 這個地方 領域 其實並不屬於香港定谷 可以選擇 是屬於飛機的登記 我也是跟著飛機 好 開估了 這個小朋友 可以很榮幸地擁有兩個國籍 沒錯 他在香港和英籍 他都可以有權擁有 對 難道我在機場快線上 關掉我又跟著 這裡又提出另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國家 只能夠有一個國籍 我舉例子 譬如日本 沒錯 如果我一架 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 在東京機場發生了這樣的事 那怎麼辦呢 如果那個國家 只能夠容許你一個國籍 你們要決定他是哪個國籍 即是父母決定 對 你有權決定哪個國籍 因為兩個國家都有責任 承認他是國籍 只不過是你選誰 但有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這次就不是生孩子 這次的問題就是 我是一個通緝犯 不要說通緝 是未通緝我的 未通緝我的 未通緝我的 我成功登上了飛機 嗯 好了 接著飛機 是未曾起飛的 飛機未曾起飛 這樣香港警察收到消息 知道我上了飛機 上去捉人 上去捉我 可不可以呢 我看電影就可以了 我看賭神就說跟著船 是 是 去到公海就沒有 如果跟著船 就跟著船 問題是因為 這架飛機雖然是屬於 另一個國家的領土 嗯 但是他並沒有那個國家的執法人員 嗯 所以是 難聽些說一句 其他國家的執法員衝進來執法 你娶他不將 嗯 嗯 那也有人執法的 我又解釋了 我始終也是那句 我這麼多年前的事情 現在的條例 還是不是存在 我不知道 其實呢 認真來說 是沒有權上去飛機捉人 沒有權 因為是另一個國家 因為飛機是那個國家的領土 你沒有權上去捉人 但是 如果你得到機師的批准 你是可以上去的 因為在飛機裡面 最大的地方是機師 如果機師說不讓你上去 對不起 你是什麼執法員 所以我想奉勸 有些人想要走路 不要把機門關掉 你就很安全 很安全 飛機一天未曾 四個輪 不是四個輪 三個輪 不是三個輪 六角六組 三組輪 三組輪 未曾離開跑道 你也是危險的 還可以拘捕你 沒錯 只要機長同意就可以了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古靈精怪事 稍後再說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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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組裡面發生 也有很多滋潰 有很多 nous有見搭事 很多人覺得很難堅苦的乘客 有什麼iedzic 有令到噁心的乘客可出現 你假牴的飛行歷歷有向來遇 På attractive contracts 我覺得最難頂的客人是當你是私人保姆、PA那些客人 每一分鐘都叫著你,其實我不是你的PA 即是你一會兒走開了,又一會兒 對呀,怎樣怎樣 我還沒走進去,然後又叫你 那他們有什麼要求的呢? 正常來說,水、煎我都會給你 但可能有人會說,我想問我們現在在哪裡? 好像廣告那樣,還有多久才到 為什麼這班機這麼少人? 還要你做了多久? 這些很無聊的問題 純粹是想消磨時間 但你叫得我,一定會應你 所以我覺得比較麻煩 噁心呢? 噁心? 噁心的話,好像很壞 但是真的有很多 我一定要聽 你這樣說話 最喜歡的 對我來說OK 但有些人不接受 例如你在一個位置幫B換片 因為其實我們的廁所也有一些設備 給你跟小朋友換片 但有些人就貪方便 或者他拿不到 直接在一個位置做 在一個位置做 或者他拿不到第一行 然後他拿到一個位置 然後他拿到一個位置 順手會在一個位置 你不介意,但你富翁的人可能會介意 尤其是2號的時候 對 這些就是 比較奇特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難頂的經歷 我以為你是一個難頂的人 其實我一點也不難頂 我是很隨和的 但是那個經歷真的很難頂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又怕說出來 又被人說我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歧視別人 但我又真的不是歧視 我只能這樣說 大家的民族 大家的生活方法不同 所以有某些民族 因為那間航空公司 大部份在這架飛機上的乘客 都是那個民族的人 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航空公司 有一些很得價的機票 我就買了這個機票 去泰國 但是那個航空公司 並非泰國 我上了這架飛機之後 之前已經有人跟我說 你坐這間航空公司的飛機 其實很辛苦 雖然那間幾個小時 我怕你不能呼吸 那我當然不相信 我猜到你想怎樣 我上去之後 其實我一踏進去 我機艙已經聞到 很濃烈的氣味 我覺得不是 幾個小時 香料味 沒錯 一些香料味 記住 人家是沒有錯的 他們的民族是這樣 因為他們會用香料味 不是他們自小到大 都不斷地用那些香料 沒錯 用和食用他們的香料 就吸光了 他們真的會用來洗頭 有些用來當作涼茶喝的 是的 我知道的 什麼都可以 用來煮菜就可以 用來治病就可以 很可愛 但問題是 我們不是那個民族 不習慣 又不是很習慣 在飛機裡面 幾個小時 怎麼搞好呢 其實真的挺辛苦 這種經歷 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決定 我不會再錯那間 好公司 我再私下聲明一下 我絕對是沒有歧視的 只是個人接受不到那些味道 但我又想問 剛才 這是我今天看到一個奇特的新聞 我想起 當天我們臨上飛機 因為我朋友都有養狗 他們說 這隻狗可不可以戴上飛機呢 他們說抱著那隻 在床上坐 我知道可以記仓 記仓一定可以的 又說要打麻醉藥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然後呢 然後就好笑 然後他們說 有個人又很聰明 是可以的 只要你證明自己有病 就要一隻狗陪你搭飛機 這樣就行 是不是真的呢 即是盜蠻犬那類 是的 我沒有遇過 但我想你一定要提供很多文件 證明你是需要那隻狗 我是盜的 我看了這個 原來有一架飛機 這次不單止是盜蠻犬 這次是一架 在美國飛去華盛頓的一架飛機 就過癮了 裡面有一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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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它是有飛機的恐懼症 搭飛機恐懼症的那位乘客 那就要抱一隻豬 當然可以 如果像你所說 有文件的話 那誰知道 這隻豬上到去 不知道緊張還是什麼 就很發瘋 不停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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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到處排斥 到處撞 然後到處撞 豬呢 他們驚方的叫法 是很害怕的 很吵的 很害怕的 很恐怖的 最後呢 也是要逼他們 這個乘客和這個豬 每次的錢你下機 我們才可以起飛 因為這隻豬 它這次是真的 騷擾到整個機機 因為它撥了 就是這樣了 所以 所以說 有時候 豬 可以 狗 也可以 那這個不算噁心 有些比較噁心的 呃 廁所 廁所 真的可以挺噁心的 其實就是 因為我去到每次都長途 我去到那裡 譬如今次坐飛機 我去到 差不多下機的時候 去洗手間 躲地已經黏黏黏 不是 躲地黏黏 就不出奇 真的不出奇 好啊 很骯髒 正常的 我受不了 真的 想辣死自己 我想 我看過比較噁心的是 它應該是用 廁所的道路 不是沖水 它是真空吸索 用真空的方法 抽不走 抽不走 是 抽不走 抽不走 這麼多 這麼大 很激 你很噁心 我看過一次是這樣 我先出去 不是 不是 但你講完 抽不走 我最近有一宗新聞 你看到 好笑 一架飛機發現 整架飛機沒有廁紙 蛤 啥 起飛機後沒多久 發現沒有廁紙 咦 那就要籌棄 那怎麼辦呢 我們機莊報部長 遇到這種情況 怎麼辦 我想過一個方法 幫我們先 這個新聞是真的 沒多久之前發生的 很過分 如果沒有廁紙怎麼辦 其實廁紙不是我們負責 當然不是你們負責 是地上的清潔傘 對 沒想到要籌廁紙 籌廁紙 被我想到 你怎樣呢 又是那件事 又是那件事 又是那些箭 剪那些箭來抹 最多不扔下去 抽真空 我覺得實際一點 就是 像阿爹所說的 籌棋 我覺得是好一點 用我只有兩張 不是啊 我覺得籌棋的方法一定會 我覺得很神奇 為何會 上了機器 起了機器才發現沒有廁紙 我覺得這個要看看 是哪一個地方的航空公司 以及坐的人 究竟是哪些人 有些人就流行戴紙巾 有些人就不流行 這個稍後我告訴你 但是呢 我又說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我有一個朋友 剛剛 很開心 我推薦他 坐一間航空公司 去歐洲 我問他可以選哪一班機器 我問他要選這班機器 我問他為什麼 我問他有A380 而且他坐Business Cast 我說你試一下吧 整個小小 我叫他試一下 然後他去完回來後 剛剛上個星期跟他吃飯 他回來了 他就說真的挺正的 不過好像777的Business 比較寬 但A380那裡有個酒吧 我講完之後 他問他很有趣 我在A380那裡 我問他找不到樓梯 他問他為什麼會找不到樓梯 回到樓下的呢 好神奇 他有兩層的 為什麼呢 我一會兒告訴你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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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說了樓梯 為什麼坐A380 竟然 會找不到樓梯 當然知道為什麼 找不到樓梯 但我跟朋友說了一笑 其實 他 你以為自己在樓上 其實你們的Business Cast 是下層來的 特地藏起樓梯,讓你不知道自己的下層 如果沒有樓梯看到的,你就知道自己的下層 當然這是開玩笑 為什麼沒有樓梯是很合理的 那條樓梯是隱藏的 因為如果你是下層坐以抗的客人 你當然會很八卦 想著走上去看看 樓上的Bistacast有多漂亮 你一定會有這樣的心態 有時候我們平時坐一層的飛機 我們走前走的時候 經過我們的望遠的Bistacast是怎樣的 同樣的心態 他們不想坐以抗的乘客騷擾到樓上的乘客 所以樓梯是隱藏的 是看不到的 只不過我說了一個笑話 其實你被人騙了很久 其實Bistacast在樓下 而抗的樓上 所以看不到樓梯是騙你 不過很多時候樓梯的位置比較隱蔽 對 都會隱蔽 對 反而我747的樓梯 對到正是其中一道門 對到正是我看到的樓梯 但A380真的不好意思 我每次想坐都坐不到 沒有機會的 沒有經驗 我們說完樓梯 我想說回 在飛機上大家最怕的是什麼 會發生 凶難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凶難 著名的凶難 對 很多 歷史上真的有很多 有什麼是大家一說 就會想得起的凶難 歷史性死傷人數最多的一個 我不計911 不計911 這個發生在1977年 在西班牙 牽涉到一個美國的航空公司 現在已經沒有了 和一個荷蘭的航空公司 兩家都是Jumbo 747 他們當時在西班牙的某個小機場 排隊起飛 那是單跑道 其實現在很少機場只有單跑道 真的很危險 這一天天氣很差 很大霧 能見度非常低 長話短說 美國的航空公司 應該在荷蘭的航空公司之後 就是荷蘭的起飛 美國起飛第二 就排隊了 那荷蘭 抱歉 這個很亂 這個美國 就拍在一個位置 就等起飛 但是因為那條跑道實在太小 太窄 他拍了一半 又拍不完 即是把尾巴都夾了 其實他也不斷跟控制塔說 我怎麼轉 這個彎轉幾度 應該這樣 其實如果整件事順利的話 應該夠位 讓荷蘭的747 就飛 經過的 經過的 但是需要有需要在什麼 因為航空公司 以前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有個文化 都很階級觀念 可能副機場 如果自己的經驗不夠 都不敢在機場面前發表意見 出聲 那時候機場跟控制塔 有一些錯誤 一些溝通之間的阻滯 機場以為可以起飛 以為 其實控制塔說 你可以準備起飛 我準備他聽了準備 對 他以為可以起飛 即是 you can ready to ready to fly 他以為自己是ready to fly 對 其實機場就說 We are taking off 我們現在起飛 然後控制塔就說 OK Stand by for take off 其實他說完Stand by for take off 應該有第二個 command 才可以批准他起飛 但是機場就不理 因為機場已經延遲了很多小時 因為天氣關係 他又醋了 對 他已經醋了 然後就照飛 好 即是開機 加速 好了 跑道中間的時候 然後那個副機場就說 你看看前面 嗯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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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尾在 我才知道 有個尾在 然後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那時候 距離撞機已經剩下 八九秒的時間 即是收仔都收不到 那兩架機 其實可以說是 那架 荷蘭那架機 即是正在起飛那架 撞下去 撞在跑道那架 哎呀 這個就 造成什麼 傷亡 兩架機一起爆 因為一撞就撞引擎 兩架機一起爆 造成583個人死亡 那是否 兩架都是747 兩架都是747 對 嘩 所以很多人 史無前例的慘劇 可以說 哇 真的 兩架撞在一起 兩架大 大機撞在一起 而且當年747出的設計 747是最吃油的機 最多油 你說得對 因為剛剛那架 我不是說延遲了 那架荷蘭航空是剛剛 騰滿了 剛剛才入滿油 還有我想說 他們也很有趣 很多時候 飛機進去的 飛機油 其實是什麼 其實飛機油 不是我們用的電油 不是電油 它是火水 是高級的火水 火水 那個是很容易燒著的 高熱度 為什麼用火水 因為它的引擎 需要這個力量 才可以去 起動 所以它是用火水 但是問題是 這些火水 一出事 就沒有sorry 真的說了他sorry 是怎樣也救不到 所以是極之危險 而且它起飛的時候 是很高速的 可以說是 一撞去真的 沒得救 然後 除了這個 好像還有一個 離奇一點 離奇一點 這個就是 例如大家乘飛機 尤其是飛長途機 飛海洋等 都難免飛過火山 當然你不會知道 除非你很清楚 飛三萬多呎 下面有什麼都沒所謂 你也不會知道 知道了也沒用 說真的 這個就是發生在 英國某一間航空公司 離奇點 就是它飛行的途中 旁邊的軍事機 就看到 咦 為什麼這架機的人 全部不動 機上面應該 那架軍機飛過民航機旁邊 當然不是很近 是看到 那架軍機就偵察到 那架民航機上面的人 全部不動 對 那機槽的燈是開著的 連駕駛室 政府機師都不動 缺氧 我估計 你估計缺氧 我覺得是 釘熟了 釘熟了 什麼叫釘熟了 你估計過火山 剛剛火山爆發 釘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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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現象就是 機旁邊有些火光 不是著火 是火光 是很漂亮的 藍色的 火光 很高溫 藍色 斌生Burner 用過斌生Burner的人都知道 火最低溫就是黃色 然後一路紅到高溫的時候 是藍色 藍火 所以你想像到有多高溫 那時候 那時候就報下去 戰機馬上報一些資訊 給控制塔聽 然後 原來 因為你那時候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難道戰機的人跳上去 說你幹嘛睡覺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但他們去檢查紀錄通話 其實是沒有特別的東西 原來他們看回飛機 剛剛飛過一個 爆了沒多久的火山 有很多火山灰 就吸入了引擎 就把乘客和機組人員 吸得太多 吸了火山灰入廢 就通了進去機槽 對 就昏迷了 其實昏迷了 就沒死 好了 你再飛多一會 因為機器是自動車 其實你沒有人駕駛都會照飛 飛多一會 要降落 差不多 為什麼要降落 那飛多頓之後 其實很幸運 其中一個第一位 就慢慢騷擾 慢慢騷擾 慢慢騷擾 他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因為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有就過訓練 他就馬上匯報 什麼事 什麼事 然後 其實 人們都不斷慢慢騷擾 雖然健康狀況 就不太好 幸好這架機都安全著陸 但是 從此之後 如果任何機器飛過火山頂 或者爆發過火山 都要特別小心 這些東西是完全想不到的 因為上次我們在歐洲 也是這樣 爆火山 直接全部飛機都不讓它飛 實在很危險 也會影響大家的視野 所以大家坐飛機 有什麼事發生 要吸到不同的氣體 那些東西 都要先拉那個站 先拉那個站 先拉那個站 先拉 否則無緣無故呆了 都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你自己抓不到 是不是要他跌下來 對 我想說是自己抓不到 不好意思 原來你自己是抓不到的 因為機長斷定情況 是危急才按它 然後才可以彈下來 而且全部人都有 那一刻 這樣就不好意思 Say Sorry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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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片種很期待聽通靈熱線 剛剛我們黑森林這個主題 我們是很闊的 我們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都會說 當然關於靈異或一些詭異的故事 是絕對不可以笑的 今天我說的故事是跌題的 跟我們高空三十尺都有關係 亦都是真人真事 是我親身經歷 絕對不是聽回來的 當年我搜這個機場 大家可能會有些印象的事情 我不肯定 但我沒有記錯應該是1989年 有一架中國民航 當年叫CAAC 一架三叉擊的飛機 在香港 如果用現在的標準來說 就是黑色暴雨的時間 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 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的時候 很不幸 那架機就滑出跑道尾 跑道尾就掉下海 不是很多人死亡 我記得 但是受傷很多 當日我記得我自己是早間 三點半下班 到我下班 我下班的時候 剛好是一架飛機撞到那時候 看到中間的同事 就撿了絲袋 即是要死絲袋 就準備出去做事 當時我們全部都不讓離開 隨時就做一個back up 之後那架飛機撈上來 撈上來之後 就擺在一個什麼地方 擺在波溫 波1 即是波1 即POSE1 那個位置就是 現在九龍灣 即是當年是九龍灣近貨運站 如果用現在來計算 我想就是那個位置 應該是 在城邨再出一些 近九龍灣那邊 應該是正確的位置 就是現在的位置 飛機殘骸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我們要有同事 24小時 要守著這架飛機殘骸 這架飛機殘骸 我們很過癮 當年搜這些飛機殘骸 我們可以走上去看看 踩著機翼走進機艙 但不是證據來的嗎 搞定的時候 下班 就放在那裡 我們24小時找人看著 即是存放 存放 我們就踩踩上去 進去那個籠裡看看 但是 每一次夜間同事 都說有些奇怪事情發生 發生什麼事情 有人說 在籠裡有聲音 有人說話 說普通話 當年我們這些人 普通話不是很厲害 但聽到他們說普通話 因為每晚有兩個同事搜 每晚都有人說 聽到籠裡有聲音 但不夠空就去看 我想告訴你 那裡是 方圓十里都不會有人 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你們看到一個人去守住 兩個人 但是 那個位置是周圍 一定不會有人的 是絕對不可能有人的 我們都覺得奇怪了 我記得到有一晚 其實我搜過幾晚 但我搜過幾晚 就聽不到籠裡有聲音 但到有一晚 我搜的時候 我們很熱的 我跟同事在聊天 聊天聊天 聽到有聲音 很有趣 不是在籠裡傳出來 是在我們背部傳出來 你有沒有說什麼呢 這個人 就不是說普通話 是說廣東話 他突然說到 班機什麼時候到 他問班機什麼時候到 他的聲音是怎樣 是男人聲 我立刻看著我同事 問你是不是弄固我 然後我的同事又看著我 問你是不是弄固我 然後我不是 大家看著我 然後就真的聽到籠裡有聲音 我們想著走近看 走近看 整個餐車在機翼上滾下來 你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我當有老鼠走過 也沒有可能有餐車 在機翼上滾下來 因為那個機翼斷了 有餐車在機翼上滾下來 然後我們第一時間避開 但我們真的很大膽 我們看著它滾下來 我們真的踩著機翼 走進去斷那一節 裝是什麼事 但不裝有自可 一裝就真的嚇死了 是嗎 又是有聲音 又是有聲音 但我還是覺得 我想他們這些靈體 走的時候真的太突然 他們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 自己已經走了 去了 說一聲音 今次你們猜是說什麼 剛才問班機到尾 今次你們猜是說什麼 起飛了嗎 起飛了嗎 Coffee or Tea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真的嗎 這樣不是 它不是說Coffee or Tea 它就說我想拿個麵包 我想拿個麵包 所以我們就聯想到一件事 餐車為何會滾下來 其實這個靈體 可能真的想拿個麵包 所以它就移動了餐車 那餐車就在那個斷口 在機翼滾下來 但是據我們所知 最初去搜的同時 其實飛機上還有一些部分的食物 因為撈了機器 沒有人會去清理 但是後來因為說臭 就有人去做過清潔 先收拾一些東西 因為那部機器還沒有人收拾 就叫做輕一清潔 但還有沒有餐包在裡面 我自己就不知道 這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但這兩把聲音 就不可能是有人弄我 我只可以這樣說 今晚我們高空三十尺就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呢 弄一首這個叫做什麼 陳奕迅的 歲月如歌 對 歲月如歌